所以我们这边也收到了一些留言 是关于加建ADU的 因为大家也都知道现在放松了 很多后院大的朋友都给加建 所以这边有一个在我们的网络上进行留言的朋友就说 他说他在家里的后院比较大 请问一下 想加建一个ADU需要注意什么 怎么审批 麻不麻烦 现在大概是多少钱 那我也不是听了我们的广告吗 我们这广告实在太诱人了 所以我们特别联系到了我们的土豆建设的合伙人 我们的Patrick 那现在Patrick已经在我们的线上 跟大家用一点点的时间来解释一下 到底大家适不适合做ADU 做ADU需要注意些什么 还有多少的预算 Hello Patrick你好 主持人好 你好 听众大家好 我是Patrick 那我刚刚听到了这个主持人的这个问题 我就简单的大家讲一讲 那我们 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就是范范的说一下 我们建议这个屋主呢 或者说这个屋主找到专业的相关人士呢 可以先做一个Faceability 就是一个可信性的报告 我们先去City或Connect去问一下 是否可以做这个ADU 关于这块地档 那么它可以建多大的ADU 它可以做一层的还是两层的 是做一个这个detached的还是attached 就是和主物连在一起的还是分开的 那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 就是我们至少要肯定它是可以做的嘛 第二呢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在这个 我们有一个叫做 我们要去申请一个叫Title Report 其实这个在买卖房屋的时候呢 通常Apple公司也会提供给这么一个Title Report 那这个我们就可以查一查 我们后院到底有没有Easment 那这个就是在我们未来将来施工的时候 包括设计的时候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 那么还有一个第三呢 我觉得还是要可以去在开工之前要做一个survey 那所谓这个survey呢 就是说很多设计师省略了这个步骤 那我们觉得这个还是要做的 因为要做一做你的地界 就是定点报告 那即使有的家里边说 您的这个地界是这个围墙 是在这个地方 那有可能您的地界是在左边 有可能是在右边 那将来这个我们一旦挖了地基之后 不会检察官来的时候就不会有问题了 否则我们还要Double Work重新再做一次 那还有一些比较小的问题 可以大家去注意注意 比如说你后面有没有保护的树木 有没有大型的这种植物需要移除 包括这个后院现在existing的房子 后边有没有一个就是伪建的这么一个房屋 因为它检查了来的时候 有可能会让你拆除 那当然了还有很多很多的细节 那根据不同的city也有不同的这个要求 那大家可以找到相同的 这个找到相关的这个专业人士 提供更详细的说明 好的谢谢我们的Patrick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大概简单的问一下 你们的这个广告一直在promote 现在平均价格大概做这个ADU 一尺是多少钱 大家准备怎样的一个预算 对我们大概现在目前的这个standard就是191尺了 三房两域只要是在我们St Gabriel Valley 那我们因为我们公司也在附近吧 所以说这样也比较好管理 你说三房两域大概需要多少尺啊 1000尺 1200尺 1200尺然后每一尺是190块 是的 其实这样算一算还真的是比房子划算 如果地大的话它其实就花了20多万 就搭了一个1000多三房两域 就相当于又是一个房子 你是出租也好 还是给家人住也好 都非常好 对不对 然后这个投资回报率还是很高的 怪不得那么多的朋友在问 对的 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土豆建设的Patrick 给我们一个非常详细的解答 那如果大家这方面的想法呢 也是可以去听一下我们1300的广告 可以联系一下 那刚才我们Patrick也讲了 就是还是要看你的这个房子 本身是怎么样 还有City的一些规定 做好这个前期工作呢 到时候开展起来就比较顺利了 好再次感谢我们的Patrick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好OK